各位,在一個朋友圈裏面,有個舊同學 傳上了一封信,一封公開信 那封信是一群教目和學者 一群深系香港的教目和學者一起發出一封信 題目是平安,必要這樣想到我成 就是一篇公開信 既然公開信仍然可以評論,所以我都會評一評 第一件事,先講我和他相同的地方 他是一群深系香港的教目和學者 我是一個深系香港的老人家 我不敢說自己是教目,也不敢說自己是學者 我只是一個深系香港的老人家 我就僑居澳洲,但是香港是我出身地 我今日仍然是深系香港 第二件事,他來自不同宗教 第二件事,他是沒有宗教信仰 所以不是教目,也沒有宗教信仰 但不要緊,大家相同的事是甚麼呢? 相同的是,覺得現在香港正在處於危機時刻 我一樣同意,也同意香港現在的衝突不斷升溫 加劇,大家有目共倒,所以這一定是同意的事 當然希望,能夠全香港市民身為一個自由,平等,沒有懼怕的天地中 既能夠安居內月,也能夠安居內月,也能夠淺了上主的真道 加在後面那句,後面那句就是履行上主的真道 我不覺得這是真道可言 所謂真道就是,他們是信仰 但前面那句我同意,是自由,平等,不用懼怕的天地之中 不要濕在白色恐怖,或者黑色恐怖之中 我同意,很多地方我們相同 但是,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細節方面,有很多地方不相同 那要講細節,然後逐段逐段讀 讀完之後跟大家講講我的看法 就會比較上是,真是細節一點 所以現在我就會讀一下 再講一次題目 平安,必要這樣,臨到我成 聯署目瞇,主內弟兄姊妹平安 為什麼不是兄弟姊妹,是弟兄姊妹 不要緊,他這樣寫 今天香港正處危機時刻 社會衝突不斷升溫加劇 在6月我們也經歷過兩次大規模抗議遊行 在7月回歸紀念日 除了示威遊行之外 還有衝擊立法會事件 至7月下旬 還服有721元朗和728西環事件 有多次示威衝突中 向前衝的更是不顧一切 而執法的警隊則用更強硬的方法和手段來對付 在這一切的事件中 政府方面 除了再三重複其論點及譴責暴力外 沒有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 也都沒有採取任何可以緩和局勢的行動 則不是香港正發生三罷 同時在各區遊行集會 企圖迫使政府回歸回應訴求 香港由於一個充滿了炸藥的傷 隨時一觸即發 在這裏上面我們很多點都相同 同意 但是我們要看看 到底他說執法的警察 用更強硬的方法和手段 但是不要忘記那些抗議者 那些黑衣暴徒 在每一次和平入行之後 都和警方產生劇烈的衝突 而這個衝突之中的暴力 不是警方增加 而是暴徒增加 引致警方必須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 所以大家不要把因果調轉來講 至於他那個示威亞的借口 就是那個條例 疑犯逃犯而交條例 現在這個逃犯而交條例 已經受終正寢了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做這些事情呢 那個責任現在在政府上 還是在這班反對者身上 一樣大家不要把那個因果調轉來講 你們開始的時候 那個借口已經不再存在了 現在你抗議是另外一件事 你抗議要政府特赦你們 那這個不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一個法治的地方就是 你做了刑事破壞 你就要扶上刑事的責任 而這個責任如何扶發 由獨立的法庭決定 並非執政者可以單方面說 我放你們就放你們 這個不關政府事 如果關政府事的話 這個就是人治 就不是法治 至於政府有沒有回答你的訴求 就說很多次 這個你們的所謂訴求 第一 要撤回那個逃犯而交條例 這個條例已經受終正寢 這個回答你了 只是用不同的字 如果是因為這個字 而根根計較的話 這些就是無事拿事來搞 對不對 好了 因為這件事 你們搞了612的大衝突 加上7月1日的立法股刑事破壞 你說要特赦這幫人 老實說 林鄭特首沒有這個權力特赦 也都不應該特赦 香港是個法治地方 這件事交給法庭做 這幫人應該復法自首 向警方自首 然後看看律政司怎樣起訴 然後根據起訴 你去法庭抗辯 這個是正確做法 如果政府的回覆不合理 你就說政府沒有回應你的訴求 這個就是他媽的 豈有此理 你有你的訴求 你一定要你的要求可以嗎 這個不是叫民主 這個叫專制 你要什麼就要有什麼 這個叫專制 不是民主 先搞清楚 現在政府 答了你 你的答案只是不滿意 你不滿意的答案不等於政府 一定要 你要什麼有什麼 民主不是你要有什麼 我們繼續讀下去 我們是一群身為香港的教目和學者 來自不同宗教 我們認為目前有廣泛 民意支持 清晰而合理的各項訴求 我們也期望這些訴求早日得到回應 能於全港市民生活在一片自由 平等 沒有恐懼的天地中 既能安居樂業 能夠淺壓上主真理 但當我們所生活的城市被恐懼 被不法 被強橫被衝突所捆綁時 我們已經 熟視無睹 當我們見到年青人在槍林大雨下 沒有被捕和被檢控 斷送前和危險而向前 衝時 我們的生命感到一陣悲哀 所以我們謹向全港市民表達以下的心聲 夠了 是時候停下來 血已經流了 我們不能希望看到有人命傷亡 我們希望衝突 雙方都能夠冷靜下來 嘗試為危機找尋出路 好了 這樣是槍林大雨 槍林大雨是要講真槍實彈的 香港警察沒有用到真槍實彈 用的是塑膠子彈 布袋彈 用的是 催淋彈 煙霧彈 這樣不叫槍林大雨 牧師們 所謂學者們 我講回他的訴求 我只是講過了 你有你的訴求 不是政府一定要答應你的 先記住這件事 而這些訴求是否合理呢 見仁見智 我覺得一點都不合理 老老實實 很多人都覺得一點都不合理 你犯了法可以特赦 這個是非常之不合理 任何人犯了法應該負他的刑事責任 對嘛 如果這樣不對的話 你不要再說什麼法律了 那現在這群人要求什麼 那五件事 第一件事撤回 撤回了 守中正寢還不是撤回 已經死了 第二 第二 六一二定性為非暴動 林鄭也收回了 在最後衝擊那些是暴動 前面的和平 又不是合理到不能再合理 要特赦這群暴徒 豈有此理 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可能 作為一個政府特赦這群暴徒 以後還需要管治權威 不可能的事 林鄭下台 她很醜 都是所謂選舉出來的 你不喜歡選舉制度 是另一回事 你可能不喜歡選舉制度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她是選舉出來的 選舉出來的人不合理 你們要推翻 你下一次選舉出來 不一定合理 那就推翻了 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無論用什麼制度選出來 我們就服從制度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作出以下的肯定 看看她肯定什麼 第一 表達訴求是我們享有的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不容剝奪 我們已經懇情在表達訴求時 無必克制 所以以理服人 我們不同意任何傷害人體和生命的暴力 我同意 我完全同意 所以第一件事 和平遊行完之後 不要再暴力破壞任何東西 你不暴力破壞任何東西 香港警察不會對你用任何暴力 看見了 你在遊行那段時間 那些警察拾在手 完全任由你做事 完全沒有任何暴力行為 暴力行為何時出現 那些暴徒走去破壞東西 還有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暴徒嘔打其他市民 這些是肯定暴徒 麻煩你出來譴責 麻煩你和這些暴徒割席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你才支持這句話 要不是你就是偽善 說的話不是真心話 第二 執法當局 應該隔守專業守則 不濫用權力和武力 並以保護市民人身安全為首要 對 我一樣同意 但前提仍然是 因果你將它盜亂了 不是執法人員施暴力在先 而是你的反對派施暴力在先 走去破壞 走去打人 把人家的車打爛 把人家打到 那個人有病的 他只是一個客貨車司機 想找一口吃的 你妨礙著條路下來 搬開些東西就被人打了 這個是暴徒 是暴徒 麻煩你譴責他們 他們不做之前 你才再說 警察用多少武力制止這些 警察有責任保護香港的市民 和香港政府的財物 這是他們的責任 第三 不論政治立場和取向如何 行動的目的都必須以支持和維護法治為依據 法治 rule or law 應該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同意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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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那些反對者 是做這個事情 我們看不到他們做這個事情 他們是無法無天 到處打人 當然 兩次 有偶鬥 白衣人對黑衣人 兩次 元朗上一次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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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人對黑衣人 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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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察應該出來制止 但是香港警察被那些人拘捕警力 在那邊示威 在那邊被人打 你叫警察怎樣? 香港只有三萬警察 你們暴動是說幾千人 你遊行時說幾十個百萬人 三萬人怎樣去控制過百萬人? 現在你被人打就賴 警察不來幫我 你打人時嫌警察阻礙你 第四 解零還需是零人 政府應該拿出勇氣和擔當 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化解今次的政治危機 若政府能夠繼續不作為 恐怕衝突不但不會停止 更會有人命 無謂犧牲 從另一個角度 他們的犧牲並不是無謂的 第一 不要鼓勵人輕生 我最反對的那些反對者 令人的犧牲將人已經窮化 這是一個非常之不負責任 非常可恥的行為 我不希望這樣做 我們沒有人希望看到有人命損失 我覺得政府也不希望這樣做 只解零為衰是零人 現在那些是零人 就不是政府 政府已經解釋了你們說要推翻的 疑犯疑交條例 這是他解釋了 剩下的部分是你加進去的部分 麻煩你自己解釋它 第五 必須要真相 唯有真相大白 曾令到衝突降溫和消解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黃絲和藍絲 各執一次立場會議 譬如真相擺在眼前 抖溫的妙方促進關係復和 我也同意說真相 說事實 從頭到尾 我在這個頻道都在說這件事 最重要是看事實 如果看事實的話 藍絲這次完全沒有挑釁任何人 沒有做任何事 藍絲一向反對黃絲的政見 政見不同 在民主社會裏面 就可以有政見不同的聲音 你既然要追求民主 就要接受民主這個形勢 就是有不同政見的人 但我們今天看到政見不同的人 被人欺凌 包括我在內 我在群組裏面被圍攻 因為那個群組是黃絲群組 我不介意 因為我說的是實話 我說的是真心話 我良心覺得很舒服 我為香港人出聲我覺得很舒服 我雖然很痛心 有時候很憤怒 但我覺得 我說的是真心話 我是看事實 既然大家要看事實 把事實放出來 現在香港政府已經收回了那個 疑犯疑交條例 你還要怎樣放出事實 在這個縱說紛紜的時候 我們應該堅信真理能夠解決 並且平息衝突的要素 因此我們呼籲特區政府 在香港還沒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之前 趕快採取有效措施 只會衝突 免讓人成為大規模血腥事件 我們相信一個具公信力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可行的 而且是有效的途徑 使香港重返政途 香港市民有權知道整件事 由逃犯條例的修訂開始到今天 其中有何失誤 有何法避免並作出建議 使當局能制定政策 甚至立法確保同類事件不會重現 我同意 不過我也想加多一項 就是要調查這一次 搞暴動的人士的背後支持者和資金來源 這個一定要查清楚 而且在香港來說 是不用外國勢力干擾香港的事務 在中國的角度來說 更加不用外國勢力干擾中國的內政 我覺得 我同意應該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至於香港政府提出這個疑犯條例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他做錯了公關 公關做得不夠 而是被反對派拿到一個藉口 香港政府沒有做錯 只是他的政治敏感度不夠 而被香港人太過沒有政治意識 被人用恐共的心理嚇壞 所以要調查他們這班人 搞這些恐嚇的人 恐共的人 背後到底是有什麼支持 包括調查 郭文貴 和梁先生那段對話 說資金無限量支持 這句說話的背後實際意思 還有有多少外國勢力支持 應該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還香港警察一個公道 要做這些事 但反對派敢不敢接受 你這班暴徒敢不敢接受 一個獨立委員會 真正正是獨立去調查這件事 所以 作為教會的一份子 我們謹向全港信徒 呼籲不以標籤是人 因為我們都是手足 都是肢體 持不同見解的信徒 應該可以同心在同一個屋簷下 敬拜同一位上帝 耶穌所建立的不是一個四分五裂的身體 而是一個合一的 互相配備 互相扶持的群體 如果我們只是堅持己見 卻不尋求天國的義 在十字架下合一 我們怎能夠為此誠求安 我們如何可以彰顯基督 聖羅西書三十二至十五 應該是我們的座右銘 因為我不是信徒 他說這個是來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現在顯示出來 這個不是 是來自一個基督教 當然基督教裡面有很多分支 我不相信佛教團體會接受 加句這樣的聖經 道教團體也不會接受 所以這個並非來自各自宗教 一開始就說謊 你們是一群基督徒 天主教基督徒是和一個宗教 是一個宗教裡面的分支 不要搞錯 所以我不讀他那段所謂聖經了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 聖經不是段段都夠向善的 聖經有很多段是非常非常殘忍的 譬如我會在那個Description裡 將那段的來源講出來 我只是講講故事 如果有一個城市 有一個人是信其他神的話 那整個城市將會被他們的上帝毀滅 有沒有搞錯 因為人家有信底的神 而殺其他信徒 聖經沒有出現 我不記得是來自哪裏 所以我講完之後 我解釋一下 然後我把這個出處放在我的Description 大家自己去看 聖經不是一本好書 絕對不是 你挑一些章節來講當然是好 你挑的 但如果你真的完全信奉聖經所講的話 你今天個個都要被石頭扔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穿的衣服 大部分人不是穿純羊毛或者純面質 我們多數是mixed fiber 混合纖維 混合纖維 上帝說是不合法的 要死的 被石頭扔死的 你覺得聖經好嗎 如果你跟著聖經 你就準備被人扔死 我不是信徒 我不會扔你 你也沒權扔我 因為我不信這回事 然後再下一段 怨主的恩惠 在分領日子臨到 這成又怨心 其託阿門 OK 主力 他用主力 即公園 2019年8月5日 聯儲人 總共有56位 其中有個別人 我應該認識的 可能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 但應該有個別人 我認識他 認識他 我認識一些宗教領袖 沒有在這個名單上 多謝他們 不在這把人之中 我回覆了這段 我會把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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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開 不公開 不放上去 在這個名單之後 我會再找 我剛才說的 《聖經》裡面的故事 出處 給大家參考參考 多謝 拜拜